我想第三條跑道 那個問題是整個機場發展的一部分 其實我自己跟機場跟了整個20年 由89年開始說要興建這個 十大核心情計劃開始 其實香港那個機場的設計 當年的設計有很多遺漏的 特別那個空氣污染的問題 是當時沒有什麼關注 所以這一次的機場的興建 我想跟過去的十多二十年 這個歐洲或者是美國 很多機場的發展 越來越關注航機升降的空氣污染的問題 因為這個人體的生命和健康有關係 我自己初步評估 現在這個齊大國第三條跑道的興建 我自己覺得在這個空氣 在草因和海豚的問題方面 會甚為困難 符合環保的要求 如果政府加下 現時政府關於大型基建的做法 它是雙線同時進行的 一方面就回環保去做評估做研究 同時就回工程的設計 和有關工程所需的步驟 它是同時進行的 就是你看看過去 特別在這個九十年代 很多時候的工程 會先做了一個初步的設計 跟著就做一個環境評估 就不會這麼快做的 就是工程 就是那個仔細的工程的設計 因為工程設計 大型的基建是很王貴 可能是數以億計 所以它在雙線進行 很多時候是急就章 比如你看這個 就是港珠澳大橋 或者是這個高鐵 都是用這個急就章的做法 是雙線進行 雙線進行的話 很多問題是體留的 特別是環境方面 因為特別這個機場方面 在環境條例 對這個空氣和對這個噪音的規管 是較為弱的 而特別是在噪音方面 它用25個NEF等量線的所謂的標準 是誤導這個市民 也是對市民的保障不足 因為它用25個NEF 用全日的平均值 特別你用三條跑道 去分擔了那個飛機 升降那個的數量 那就是對市民那個整體的影響 可能會相應減低 但是在晚上 當某些跑道 是選取了晚上使用的時候 它晚上製造的噪音 對居民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是極為嚴重 但是它用了全日的平均值去計算的話 是反映不了那個實際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香港市民應該要覺醒 是要求政府是要全面 就是改變那個機場的噪音的管制 外國不少機場呢 有不少是用兩個的標準 一個是日頭的噪音值的標準 一個是晚上的噪音值的標準 有些甚至是規管了 譬如超過75分倍的飛機 是禁止升降 就是有些甚至晚上是禁止的 就是用多種的操控形式 不像香港那樣 所以關於這個機場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市民 要迫使政府 要全面改革環保有關的管制 你看看第三條跑道 對黃金海岸、青山灣、豪景花園那一辣 是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的 現在拍例灣 那些航機飛到拍例灣 一般來說已經去到7000呎以上 但是現在你看看黃金海岸那個位置 那個高度跟拍例灣相差很遠 黃金海岸那條如果是用黃金海岸 用第三條跑道的那個升降 去到這個黃金海岸是4至5000呎 就是大幅低於這個拍例灣的高度 就是你知道飛機越低 那個噪音是越大的 所以那個 就算它符合25個NEF也好 我絕對相信飛機飛到那個高度 就是對附近的居民 就是晚上會帶來這個極為嚴重的噪音 睡夢中都會被這個驚醒 所以那個噪音問題不可以忽視 另外海豚的問題我覺得 也都會為海豚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就是過去那十幾年 除了石立國的落城 香港的海豚的數字已經大幅下降 那大家如果記得 當年政府計劃興建在小豪灣 計劃起一條的道路去這個煤窩的時候 基於對這個樹蛙的影響 就整個工程是被迫取消的 那如果用回這個邏輯 如果你是理解那個海豚以前活躍的情況 和這個第三條橋 填海的六百公頃的土地 也都必然會對海豚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因為那個附近的問題 不是單單只是這個六百公頃的填海 包括這個港珠澳大橋 包括附近的導輪的 就是那個輪船的頻密度的增加 包括屯門多項的填海工程的影響 包括這個機場西北面的烏泥島社區的工程 包括將來也有一個計劃 是屯門到這個赤立角的天橋 和這個隧道的工程 就是很多這些工程 在未來的十年 是會相繼在這個地域上發展的 那連串的累積那個影響 就是我想海豚都沒有什麼得正的了 所以如果你用回這個小豪灣、樹蛙 就是政府過去的政策 和有關環保條例的規定 我亦都感覺到那個機場西北面的跑道 填海對環境和海豚的影響 就是通過的機會真是不大 那第四就是空氣污染了 其實現在東沖已經是全香港的原房粒子 和那個預養化樓最嚴重的地區了 那你再加了這個第三條跑道之後 那個的污染問題 如果到2030年已經預計 是差不多接近這個的雙倍 那所以現在已經大部分的地區 和量度島的空氣的標準 已經不符合最新的世衛的標準了 所以這些問題似乎市民沒有什麼關注 希望大家這個報導 令到市民了解多些少 那你看回整體的環境問題 在現時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政府應該不要浪費任何錢 就回這個機場的新條跑道 進行這個仔細的工程的可行性研究 因為這筆錢浪費了 可能最後一些環境局 環境過不了的話 全部的錢是倒進南海水海 所以我建議政府 就不要將現在整個計劃 好像由這個機管局主導那樣 因為他們本身 站在機管局的立場經濟發展 可能那些環境問題 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 所以這個環境局應該主動 盡早開展有關的環境評估的要求 就像剛才那三個問題 空氣、噪音和海豚和海洋生態的影響 作全面的評估 有關的評估 如果是通過了有關的條例之後 然後徵詢公眾的意見 又公眾接受 那只好去開展這個第三條跑道 有關的工程的設計 好嗎 比較少背景大家資料參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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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